航拍汶川地震发生的瞬间被定格,十年后的遗址是这样。 日历又将要翻到5月12日,距离那场山河破碎,近7万同胞逝去的大地震已过去整整十年。 时光流逝,生活始终要向前,撕裂的伤口会慢慢结痂,疼痛会慢慢减轻。 映秀,一座因汪川大地震而为人所知的小镇,由于地处震中,几乎被完全催。 十年时间,悬口中学地震遗址旁,已建造起一排排坚固整齐的房屋,浓郁藏腔风情的街道上布满餐馆,旅店和商铺,街头游人不断,昔日废墟已是田园木戈景象,不远处的映秀小学里,传出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。 作为全世界唯一整体原质原貌保护的地震灾难遗址区,北川老县城迎来的不只是全世界游客的平调和祭奠,还会有来自各国的地质科考人员,对地震学、地质学、应急救援技术进行详尽研究。 在距离远至30公里旁的地方,崭新的北川新县城拔地而起,整齐化一的城市规划,既具有现代城市的元素,又保留了羌族历史文化,孕育了新的力量和希望。 曾经经心触目的地震一季也已渐渐被青草树木覆盖,渐渐与大自然合为一体,没有了当年惨烈痛心的感觉,但也从没人敢轻易忘记。 他们永远都在提醒住人们,那些曾经历磨难的幸存者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怀。当天塞再度突然袭来时,防范措施是否已经做充足? 应秀,因汶川大地震为全世界所知。地震中受损的玄口中学如今成为地震遗址景观。 玄口中学原本立体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变成了一个平面。 玄口中学的宿舍楼里长满了青草和灌木。 如今,应秀,玄口中学移植外围已被绿化带覆盖。 百花大桥在地震中被大自然的力量扭成麻花状,如今渐渐被泥石流以及河床掩盖。 经历2008年大地震的北川老县城,在2013年还遭遇了一次严重洪涝灾害,如今成为了地震遗址,供全国各地民众前来平掉。 景家山在地震时崩塌,巨大的山石将北川中学新区毛坝中学整体掩埋,只剩一只国旗杆和一个篮球架,上千名师生越难。 北川老县城的电力公司在地震中是少数没有整体坍塌的建筑。 北川老县城一撞成45度的楼房,旁边围满风涨的灌木丛。 地震后行程的唐家山雁塞湖将北川县玄平香完全淹没,近些年水位退去后,屋顶已长起数米高的灌木。 地震后行程的唐家山雁塞湖将北川县玄平香完全淹没,直至近些年水位退去后,才建到部分建筑的屋顶。 北川县城的老城区在地震中,被山体滑坡所掩盖,此处有幼儿园、小学、法院、民政局、文体局等十几个单位,有超过一万多名生命长眠于此,是当时北川县城受损最为严重的地方。 北川县城地震室内,楼房在地震中被扭曲。 北川县城地震遗址中楼顶破损的房屋。 汶川县城地震,地震给山体留下的道道沟壑依然清晰可见。 震中牛棉沟仍留有大量地震时留下的沙石,每逢雨季,沙石会随着雨水滑落形成猛烈的泥石流。 异地重新修建的北川新县城,楼房和道路整齐划一。 5.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位于北川县曲山镇,建造在原北川中学遗址上。 位于镇中的应秀镇在地震中被严重损,如今学口中学地震遗址旁,已建造起一排排兼顾整齐的房屋。 两条泥江之流环绕住应秀镇,一排排兼顾整齐的房屋沿合盼而建。 应秀镇由广东东莞园建,曾经的废墟之地如今建起一排排兼顾有特色的民居。 如今,位于群山环绕之中的应秀镇重新焕发生机。 5.12汶川特大地震镇中纪念馆坐落于应秀镇与紫溪半山腰,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设计。 汶川县萝博寨在地震中完全损并有他方危险,只能往高处重建新寨子,由广东江门援建。 空中俯瞰下的萝博寨心就寨字。 明江河水在汶川的大山之间蜿蜒流淌,远眺可见矮矮雪山,许多地震时候的痕迹已悄然被植被覆盖。 重建后的汶川县水摩镇,如今,别具韵味的古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。 汶川县城全貌,县城被巍峨的大山环绕,民将从其中穿过。 由广东珠海重建后的汶川县棉丝镇,广场上的大鱼雕像。 由广东惠州重建的汶川县三江镇。